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DMC的Zabin 主要在这个视频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到 如何更改你IG现实动态的背景颜色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一步一步教学 那如果你现在正在用IG 然后心想说想要po一些现实动态 不过当你在po现实动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如果你是上传一张照片 对吧 它通常的背景颜色是根据你上传的这个照片 来做一个就是调整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现在来做一个story嘛 对不对 然后可能我上传一张照片 OK 你会发现到我照片后面的背景的颜色对吧 它是根据我的这个照片 我的照片来进行调整 那比如说我刚刚差点按到post 看到我还没做好 比如说这是我的毛缆 比如说我换的另外一张照片 这一张你看 呃 在他的背景还是一样哦 还是一样 那我再换另外一张可能 这就是猫的照片 你看他的背景颜色是不是变成灰色了一点点 所以他会根据你的这个照片 所以他会根据你的这个照片本身 呃 比如说我再看这一张这一张照片 好了 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 我我 你看 这张照片你看到吗 他是根据那个你的颜色 照片的颜色 会自动调整 我觉得不太吸引人 或者是我想要比较那种 可能跳出框框的感觉 跳透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要用一些 不同颜色 到底 呃 应该如何更改 你的这个背景颜色呢 嗯 我可以跟大家 大家先分享 呃 有两种方式 ok 看你自己比较 呃 喜欢哪一种方式 不过 他的步骤 差不多 步骤差不多 第一种方式是 当你上传的这张照片 对不对 呃 快速的 我们去到右上方 右上方啊 就是右边 第二个的这个icon 看到吧 这个吧 ok 点击这个进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然后他下方就会出现了很多颜色 给你选择 呃 你像右滑啊 他会有其他的颜色的这个选项 比如说橙色 红色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你点击他再久一点就对 点击然后不要放 你不要放了之后 你可以看 其实他还有更多其他的颜色选项 让你可以选择 哦 比如说我想要来一个 红色 ok 这个哦 然后之后 到底如何可以改那个颜色呢 当你选择好你的颜色之后 我们点击在你的这个照片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呃 如果你是一个点的话 他们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点点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应该会我 这里你不是要叫我这样子滑吧 哈哈哈哈 就是把它放大 然后滑滑滑滑滑 滑完整张图吧 当然也是可以啦 不过比较耗时一点点 呃 注意哦大家 你一定要确保你选择的是 左放上 左 左上方的这个 这个 呃 就是有一个比尖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icon 的选项 这个才是可以给你就是更改颜色 所以呃 当然这个不是我要教你的方法啦 你说 在那边没事做吗 这样子一直在那边吐吐吐 哈哈哈 浪费时间耶 OK 那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来点击一下 不过你要点击了之后呢 不要放 就是 hold住 点击了在你的屏幕 你hold住 hold住了之后 你看 全屏 就会变成 有颜色的啦 呵 OK 全屏就会变成有颜色的啦 所以呢 呃 呃就这样 好了 那你说这片那照片去了哪里 呵呵 这个时候呢 其实照片呃 藏在后面 你的照片藏在后面 所以呢 有一些人 如果他不想要比较死板的这种呃 背景跟照片重叠的方式的话 这样我会建议这一种 也就是说呢 当你换好你的颜色之后 对不对 你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这个 这个是就是 它可以把你不想要的地方给删除掉 所以如果你刚刚还记得 我们把照片放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照片是出现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对吧 所以你可以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你看 呃 如果你不想要 太大 你可以调整你的这个 这个 除了一个 azor的尺寸 然后你可以滑滑滑 滑滑滑滑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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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那个照片其实是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滑到这麽丑的话 你可能要小心一点滑 大概的嘛 就是这样子 有些人可能想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它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手滑的设计 那你的背景跟你的这个照片就不会那么的死板 当你好了之后你放弹 然后你的这个里面的照片还是可以更换的 你看你还是可以放大 然后你还是可以调整它的方向跟它的大小 这个也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背景颜色是在你的照片之上 OK背景颜色是在你的照片之上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就是心情啊 跟你自己觉得的美观 然后来决定你的这个背景颜色 应该要呈现怎么样子的艺术感 当然这种是其中之一啦 这个我不要 OK那再来给大家分享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一样你还是选择了你的这个照片 你还是选择了这张照片 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回到去我们的这个 就是第二个icon 慢一点 就是右方左 右上方 右上方 第二个这个 OK第二个这个 然后点击了进去确保你选择的是这个最左边笔尖的这个icon 然后一样选择你要的颜色 这个时候我放蓝色 然后点击 hold住 OK你按了之后hold住哦 就是我再示范给大家多一次 就是你选择了你的颜色对不对 点着hold着 去哪 点着hold着 它就会变成蓝色 OK你要点了之后hold住啊 hold住你的那个 呃呃就是照片 所以刚刚我们一样是到了这个步骤嘛对吧 不过刚才的话呢是我们用橡皮擦 然后把中间照片给擦走 不过现在呢如果你想要背景在后面 照片在前面的话呢 呃你必须推出ig 然后去到你的这个照片的地方 去到你的照片的地方对不对 然后呢呃 如果你是用Android或者是Apple 你你都一样 你只要是打开了这张照片 然后找到copy照片的这个地方 OK呃就是我们iPhone来说的话 我打点击了照片之后我可以看到这里 我可以去copy照片 或者是我不要点击放大的话 我这样子会有copy照片的这个地方 所以Android用户一样哦 你们只要把照片点开 然后找到copy照片的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呢什么也别做 赶快回到去你的IG 去到IG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 什么都没点哦 我什么都没点哦 我我什么都没点 可是你你慢的话 它就不见了 你看到吗 我再说说说说说 慢了就不见了 所以我要再做多一次 再再多一次 点击这个 然后快速哦 copy 然后直接回到IG的时候 直接这个出来了 直接按点击 啊照片一出现的时候 直接快速按 你慢的话 它就以为你不想要添加进来 然后它就 你就再见啊 你要再重新做多一次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 照片怎么拉都拉不到的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的是 直接快速的点击蛋 然后呢 登登登登 你就可以开始就是 呃 滑动你的照片啊 你要放大放小 都可以 这个是我的午餐哎 我们自己在家煮的 虾面 我们这里叫福建面 福建虾面 好了 就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写字啦 然后就做你要post的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快速的你可以怎么样子更改你的这个背景颜色啦 所以可能你再更改更改到一半说 哎 夏天你突然之间 我不想要蓝色怎么办 一样了 我们再回去那一个 呃 就是 笔 换颜色的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换成 黄色 一样哦 点击后的 然后它就会变了 看到吗 其实黄色比较美 呵呵 我原来蓝色好像有点丑黄色 这个比较漂亮对吧 好 我就会用这张照片啦 OK 这个就是在这个视频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何在你的IG 限时动态更改 更改你的这个背景颜色哦 喜欢我们视频朋友记得帮我们点赞与分享 然后如果成功更改到你的限时动态的颜色的朋友呢 记得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在下方留言点赞与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还在等什么呢 现在就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最重要的是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这样一来 当我们在推出新的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立刻收到通知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与分享